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6月28日的每日集新聞 今天要講的新聞就是這個 任天堂美國社長 雷吉 維吉 接受訪問 它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這個 因為VU的就賣得不好 其實很多好的遊戲 其實在VU的銷量都一般 所以其實在Switch 接下來它也預計會有很多VU的遊戲 其實會像這個 孖車8 加料的形式 就會在Switch再推出一次 好啊 可以先出一出畫面 你可以說要炒爛飯 但是事實上 很多遊戲都像孖車8 其實大家都沒有玩過 而遊戲本身的內容也做得很好的 始終 VU其實在說那時候 並不是說沒有好玩的遊戲 但是純粹你不捨得 真的 其實又不是真的說 那部機器很貴 但純粹就是沒有一個很大的誘因 而真的買 為了某些遊戲 去 例如馬車8 不會這樣去 為了馬車8 而特地買一部VU 你會覺得不值 始終你的心底 你會覺得為了一隻遊戲 而買一部機器 這樣買回來 馬車8是第一部 即是變成DX 然後接下來有POPCAD 又是DX 可以一起看看 VU時代有什麼好的名作 而又多值得加料 在Switch上推出一次 一去到一些很沒辦法的 有Mario 3D Rail 這隻有橫 比較橫 反而同經識剛才一部 這隻比較難看 因為本身有Odaisy 其實這隻的機會 那隻我記得是橫 是橫 就是多人 比較難看 正常啦 看街洞片一場歌都可以聽 對 接著有Kabi Kabi也很熱門的遊戲 但接下來也有一個新的 四人的Kabi 對 有新的Kabi 可能這隻出著 讓你過癮 接著有Star Fox 這也是VU很後期的遊戲 那時候很多人都沒有玩過 Star Fox Star Fox如何都是 不會再出 其實也挺難再出 這隻是舊的 還是再出生 當機康 也是一定會有的系列 暫時就沒有新作 出現了 接著有Paper Mario 這隻聽說是挺好平的 其實好平 其實這堆系列 差不多全部都是好玩的遊戲 對 差上什麼形式來再出 為何會想多些 舊作的家料再出 無非都是可以省時間 因為你真的要打一隻全新的遊戲 其實真的不會太快 其實是純粹給你中間攝時間 對 其實現在任天宏 他自己鋪好了 大約一個月一隻大作 總之每個月大約買一隻遊戲 其實玩的速度也差不多 其實他能填刀那段期 其實這些遊戲絕對很適合 那這隻草菇隊長 這隻我真的沒有聽過 沒有一定見過 對 還有一隻Yoshi的遊戲 其實接下來那隻 不會翻炒這隻 因為有另一隻Yoshi的新作 就是這樣叫Yoshi 對 那隻毛公仔Yoshi 這隻是毛公仔 那隻比較多剪子的東西 其實 Pikmin 那 接下來在3DS 會有新作 其實 Console 其實應該沒那麼快 我覺得Pikmin 會加料出 在Switch的機會 比較小 對比其他上面那些遊戲 對 Pikmin 很好玩 特別是如果你真的 你從GameCube開始 那時候沒有玩過的話 其實很值得玩一下Pikmin 用手制來做即時戰略 你控一隊兵 去解任務 那樣東西很好玩 有趣的那些 對 Selda Selda 無雙 接下來有火紋 是完全新遊戲 其實Selda 無雙 如果出回DX版 再加回新角色 即是四英傑 對 加回四英傑 加回方理知識 那些新衣服 那些 其實這樣加料的機會 都可以的 有趣 有趣 還有 Bear Letter 2 其實是預者動作遊戲的續集 在這個Viu上獨佔的 那這隻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很想它會加料出發 因為其實沒有那麼快的新作 但這隻又是很好評的遊戲 但沒有什麼機會接觸得到 是 The Wonderful 101 我看到很多網站都說 我推薦這隻是很好玩的遊戲 The Wonderful 101 即是你操縱100個Hero 你自己是101 就是玩家 很平 因為沒有玩過 就平不了是什麼 但這個遊戲 是很好平的 即是都是控兵的 是 如果它出發的話 絕對肯試 即是看著你 你真的出包裝遊戲 可以下載也好 是 那些Lego的遊戲 這些其實都會 其他平台都會出發 Lego這些都沒得輸 Marvel Marvel Avenger Zombie You 在任天堂主機 很少有的喪屍主題遊戲 那時候我記得很用 在比較早期的遊戲 就用得到那塊PAT 但操作上會比較難 如果要轉為Switch那邊玩 是 零 其實那時候我們做Twitch 都很想玩的幾隻遊戲 和風恐怖遊戲 無論它是加料移植也好 或者是出身作也好 都非常好 多數都是出身作的 其實如果是零的話 就是 不一定玩 如果你肯出就好 是 或者可能是剩下第一集 對 接著就是 薩里達傳說 黃昏公主HD版 其實是VV那一集的 薩里達高清版 除了這個公主之外 風自揮棒也有HD版出的 其實我 我覺得遲早也會有些 類似合宅的形式 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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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想它是出這個 天空之劍的HD版 是 我覺得應該是 遲早也有的 因為始終天空之劍的操作 都很適合在Switch那裡 Switch那兩個Joy-Con 之前那些全部HD都化了 天空之劍不HD你也不相信 是 那些那些紅白機具 剩下的遊戲 這個遊戲 我覺得這個機會都非常濃 Super Mario Maker 也是比較後期的 非常有名的遊戲 你自己設計Mario的關卡 然後可以分享給世界各地的人去玩 那麼受歡迎 首先你要自己過得到那個關 你可以做一些超過速的關 你過得到才可以上升 那始終要有這些 對 現在仍然有很多 Trish都在玩這隻 無論是二隻也好 或者真的ZM2 一定會在Switch那裡出的 那是差在幾時 是啊 大亂鬥當然會有 不可能不會有 其實純粹是看他 他想什麼時候拿出來 譬如如果他真的 Switch那一隻 完全新作 是沒有那麼快搞起 或者他想加很多新東西 的話 那就會先出了一隻 VU那隻DX線 可能是 OK 也很遲 等一下 POPCAN就已經DX化了 已經公佈了 這隻就 對 Spectroon很快就有二 過多兩個星期左右 是的 這星期就出了 然後還有Mario Tennis 其實他的運動系列 有足球也有Tennis 好運 這些遊戲也很適合DX化 因為其實你不會大改 而且這些適合一群粉絲 玩的遊戲 不可能不會是Switch 對 然後有Marble Sonic奧運會 然後還有Mario Party 好玩 這對遊戲就很熱門 因為你真的 其實這隻Mario Party 十 你直接出十一都可以 基於這隻來改 大致上是這樣的 對於Viu 主要任天堂那邊 其實也有非常多的名作 因為沒有買相機 就沒有辦法玩 而大部分人都沒有玩過 其實也不可以算是冷飯 他繼續都是會有新遊戲出 但其實你這個 其實這類這樣的 加料的移植 也是一個大趨勢 你見到連這個 其實PS4那邊也有 那些Wanda巨像 也有一些 例如Remix Remaster那類遊戲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 那用來在這部機 新出的情況下 令到那個Line-up 充實一點 絕對好事 那期待一下 是 好 雜詩文到這裏了